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韩 日产的新奇菌自从上市以后 它的话题就不断 首先就是200亿美元打造的三缸发动机 其次就是三缸车玩沙漠 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它的发动机抖动的障眼法 那就是打开发动机盖以后 发动机的转速会悄悄的升高 关闭发动机盖 它会回落到正常位置 今天刚好有辆新奇菌过来 咱们就给大家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把车启动着 大家看一下这个怠速 现在正常是多少转 大概就是八九百转的样子 咱们现在打开机盖 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着这个怠速 好,现在机盖打开 一秒,两秒,三秒,四秒 这个怠速它不是猛然上到1200转 是慢慢的上到1200转 这意思呢就是不让咱们发现 悄悄的上涨转速 现在大概就是1200转的转速 那咱们这个时候坐在车里面 这个车辆的震动确实变得小一点 因为不管是三缸车或者四缸车 哪怕是六缸车 转速1000多转的时候 这个发动机它的运转是最稳定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把机盖盖上 这个转速呢 它就会悄悄的又回到800转 我们现在试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机盖盖上 我们看一下这个转速 大家看啊 这个转速表 现在在慢慢的回落 现在1000转 又降了一点 然后又降了一点 现在恢复正常 大概就是800转的样子 其实它这个设计啊 是很简单的 就是在机盖锁这个位置 有一个传感器 检测到机盖打开啊 这个发动机的转速就会升高 然后机盖关闭以后 发动机的转速呢 在一点点的开始下降 那我们如果直接把这个插头 给拔掉以后呢 那这样呢 直接显示这个机盖是关闭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发动机 我们这样子看啊 用手摸上去的话 它的抖动会明显一点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插头 现在给插上 那它的转速啊 平定会升高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太明显 但是我手放在这个发动机上 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发动机的转速啊 在一点点的上升 其实这个时候啊 它的转速呢 已经升了大概1200转 用手摸上去 这个发动机的抖动啊 就不是太明显 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 打开机盖以后 齐峻的发动机转速 确实会升高到1200转 关闭以后呢 也会悄悄的下降到原来的800转 那根据这个现象呢 厂家的工程师 给出了一个回复 就是说打开机盖以后 行车电脑会判断呢 现在发动机进入一个维修模式 那提高发动机转速 提高发电量 来保护电瓶啊 这种说法真的是很难理解 那作为移民修理工来讲 我是没有听说过 任何一个品牌 打开发动机机盖 发动机会提高转速 来保护电瓶 进入一个维修模式 也可能是我经验不足 见得少 那正常来讲 我们打开机盖的情况 只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车主自己添加些玻璃水 那这个时候呢 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啊 完全是不能理解的 那第二种呢 就是发动机保养 或者是进行一些维修 那这个时候呢 发动机是不需要运转的 如果真的是为了掩盖 三缸机抖动的问题 我觉得大可不必 因为只要大家选择新奇俊 肯定知道 它的发动机是三缸 肯定知道 三缸发动机有抖动问题 所以呢 大家肯定已经提前 做好了心理准备 那这样做呢 只会预盖弥彰 会让大家更反感 三缸的发动机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小韩的视频 就给小韩点赞 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